经常喝易式咖啡的朋友 他想尝试一下喝手冲咖啡 让我推荐一下喝什么样的咖啡豆 那不妨我们用易式咖啡豆 来去制作一杯手冲咖啡 首先我们做的第一步 是来这边先进行烧水 那么通常易式咖啡豆 它的一个烘焙度比较深 那我们会选用一个88度的水温进行烧水 我们使用的咖啡豆是我们的果干拼配 它采用巴西 哥伦比亚 云南水洗 三款咖啡豆拼配在一起 建议使用一个15克左右的一个咖啡豆 看一下它有没有瑕疵 OK它没有瑕疵 那我们可以继续用这个咖啡豆进行一个研磨 来到磨豆鸡这里 倒入豆仓 点击研磨 当没有声音之后就磨好了 那磨好的咖啡粉 类似于白砂糖颗粒大小 我们的这个叫做分享壶 这个叫V60冲煮滤杯 在烧水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取一张滤纸 现在是折叠滤纸 首先边缘的曲线进行折叠 将它打开 再进行折叠 然后放置我们的滤杯上方 OK 响了之后水温代表烧好了 之后我们在进食滤纸的时候需要稍微轻微的按压 然后注水从底部慢慢的扩到边缘 完全浸湿 去皮 可以再一次确认我们使用了多少克的咖啡粉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会有点深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中深度烘焙的咖啡豆 而且它是一颗混合豆 那我们需要注入多少的水量 我们需要提前算好 那么15.8 那么去冲煮的话 我们采用1比15的粉水比例 大约冲煮240克左右的一个水量 点击计时 先小水流中心进行搅拌 将它完全浸湿 大约注入粉量的两倍量 30克40克的水都可以 将它焖蒸25秒到30秒的时间 在25秒左右的时候可以进行准备 321 中心注水 小水流 高流距 缓慢的轻微搅拌 注意我们的水流不要忽大忽小 然后第二次我们将注入100克的水 那也就是130克左右 130克我们大概等个10秒钟左右 之后我们将注入余下的全部注水量 大流量进行注水 把它注入到240克 等到它完全过滤结束 在过滤结束通常会2分钟到3分钟的一个左右区间 2分12秒完全过滤结束 把它放到一边 如果觉得1比15的比例口感浓 那我们可以做下一次冲煮冲1比16 如果觉得1比15的味道淡了 我们可以下次1比14 可以这样的去调换我们的比例 在出品时可以放一个托盘 一个分享壶 那么将它倒入杯子里面 一杯手冲咖啡 就做好了 我来尝一下 中深度混合的咖啡豆 做手冲到底好不好喝 首先它比咖啡机制作的美式咖啡 口感更加的干净 它的口感非常的平衡 中深度的咖啡豆呢 它不会过酸也不会过苦 所以说非常适合新手入门 第一次喝手冲咖啡 选用的一款咖啡豆 记得点赞收藏哦 学会了吗 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喝手冲咖啡豆